有钱能使鬼推磨,拥有庞大资金体量,的房企从来不缺个类融资创意。 近期,据搜狐特英报道,以高负债扩张而闻名,于市场的某开发商集团便出了一个新招。 其关联邦投资公司,推出了一款面向内部员工的基金产品,人购门槛从100万元起,预期收益率高达18%。 如果人购金额超过300万收益率,则达20%,随后,该集团7月2日在深交所互动平台,表示拒不承认,没有向员工借款或发售融资产品,也没有相关计划。 不过,多名眼泪人士指出,多家房企都有类似的员工福利,有的企业甚至不光推荐员工买,还推荐给业主买。 收益率那么高,连想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青,说,收益率11%以上,就要做好本金无法收回的准备。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? 钱数券商债券部门员士抽,对于身在其中的员工来说,又是怎样一种感受? 小张所在的公司,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,但利率从之前的11%降到了8%,即便如此,小张也不敢买,利率太高,身边很多同事买了。 但我不敢买,另一个原因是,小张觉得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待不久了,我正在准备CPA注册会计时考试,同时也在准备考研。 先去念两年书,至于念完书以后的计划,小张还没有想得太明确,争取不在房地产行业了吧,下行驱使,无力回天。 除此以外,不少房地产企业,还推出了员工持股和个管器权奖励,但这些都不是免费的午餐,员工必须拿出真金白衣来购买,在小张等业内人士看来,这就是变相融资。 事实上,哪怕在债务融资渠道畅通的时候,房企也还会通过其他各类渠道来进行融资,包括民间借贷等,之前看过一家房企,融资工具超过了二十多种。 一名券商分析师指出,房企的融资渠道五花八门,在行业内早已不是秘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